中午发动机合作是否已到尽头发过往日杂志,在其5月号上勘改了一篇文章,引用一些当事人回忆和文件,披露了二战末期和战争结束后,在北极发生的争斗, 其中提到的关于德军在北极的最后秘密据点倒是十分新奇,文章中介绍,从1943年以后,德军就在荒无人烟的北极地区,进行一些基地的构建行动,气候恶劣,再加上人际罕至,当年又无侦察卫星,飞机的性能也有限,这一切都是在悄悄进行, 其最开始的想法可能是打造潜艇或是航空基地,出其不意地给对手打击,而随着战争结局的日益名昂,这些据点或许将成为最后的落脚点,起码是中转战, 1945年4月30日,德军灭亡已经已经进入最后时刻,但30艘潜艇却从德国北部,即将被占领的港口消失了,根据被俘虏的德军海军军官的说法, 这些潜艇在不到一个小时内,全部拔毛出航,都是最新式的型号,之前的几天,港口进入了最高解备状态,普通人都不知道什么东西装上了潜艇,文章认为,这些潜艇的消失是为北极基地服务的, 在最后时刻,只有潜艇能从盟军海空一体的联合绞杀当中逃脱,而根据一名幸存的德军潜艇老兵的说法,潜艇上装载的是物资和各类武器技术,航行目标是北极,北极的基地建设已经有了一些规模, 这些物资或许将进一步充实基地的内容,并让其最终完成,如果,以此为据点隐蔽下来,或许等待西方和俄国关系破裂后, 又有崛起的机会,这些基地真的在德国失败后建立了,总共有两个基地,所有德国人加在一起, 有800多人可能有相当部分达到的人选择了逃亡,这或许也是基地最终被发现的原因, 他们的生活物资怎么来呢?或许是通过之前的储备,加上特殊渠道的购买和运输而来, 也许还可以自立更生捕捞和猎杀一部分,毕竟手头还有潜艇和船只, 基地的位置或许并不是很深入北极,但在基地的生活的艰难,也是可想而知的, 基地的存在最终被美军发现了,1948年,也就是在二战结束三年后, 美军组织了一次戴号巡渝的行动,在战舰的掩护下,一个特别行动团2000余人在相关地区登陆, 五天内将两个德国基地打掉,这次行动一直逆而不宣,参与的是兵军官也被要求绝不能声张, 但进入新世纪后,随着那段往事的远去,一些亲历过这次事件的美国人, 还是透露了行动的细节,值得一提的是,一些德国军人被捕后幸存了下来, 多年后,他们的回忆也帮助我们了解那个最后的堡垒, 按照时任第三部兵师连长的安斯克中备的话说,那次行动, 他们被要求留意一切基地的物品,而不是把它们全部毁掉, 最终,他们在基地内部,发现了三台飞碟式的飞行器, 和大量新锐兵器的技术资料诸如岛,但核心是喷气发动机, 还有十艘新式的23型潜艇,看来,美军除了摧毁德军的最后据点, 恐怕也有试图拿到德军技术的意图,毕竟,对于战后美国和俄国的武器发展而言, 德国技术是不可或缺的,作者署名,军事家